不过今年5月份的永康国际门博会上 一个神秘的小黑盒子却引起了门锁行业的巨大震动 因为它居然可以隔空秒开智能门锁 不同的智能门锁同样的小黑盒子没有任何的开锁技巧 只是用黑盒子在门锁上面扫几圈 智能门锁就被轻易的打开了 难道标榜高科技和安全的智能门锁真的如此不堪一击吗 虽然小黑盒子出现才一个月 购物网站上居然就已经有了卖家 价格150元销量还不错 根据公安部门规定开锁工具不能销售给个人 只能卖给具有从业资格的锁匠 而大使借口检测自家门锁提出想买一个 卖家根本就没有审核大使的资格 爽快的答应了 卖家还强调自家货卖得太好了 只能明天备货了之后再发过来 至于门锁行业内 这种小黑盒子已经是传风了 因此不费功夫大使就找到了它 这种黑盒子大小和烟盒差不多大 顶部用铜线绕成线圈 看起来十分简陋 这个带有线圈的黑色盒子 真的能够轻松的打开智能门锁吗 说实在话我有点不敢相信 因此今天我们特地来实验一下 那么理工这个该怎么使用呢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开关把它打过去就好了 我们首先就拿个节能灯 然后再拿这个线圈 我们按一下松一下 看这灯亮不亮 如果灯亮的话 证明这个设备是有电可以正常工作 好 现在设备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这个没有通电 这个节能灯也能亮 对 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脉冲 这个黑盒子就是一个简易的特斯拉线圈 按下开关就会发出高频率高强度的电磁脉冲 可以干扰甚至是破坏周边的电子设备 它的成本非常低 造价不过几十元 好 现在我们已经是录指纹打不开的 已经打不开 对 然后我们再是密码 好 指纹密码都打不开 嗯 拿这个线圈在这里面 手上一按一松就好了 哦 好 这就算打开了是吧 对 现在这个锁是已经全部出去了 哦 因为它 它每个锁的它不一样 可能它是在上面 可能在这下面也可以在侧面 所以需要不能去找到点 找到点的话就好操作了 就是我们既没有用指纹 也没有用密码 只是用这个小黑盒子 就可以轻松把它打开 对 仅仅十几秒钟 这个市场价值5000多元的门锁 就被打开了 换上毫无开锁经验的大使来试 结果 就这样子一按一按就可以了 对 在这个 好 可以了 找到了 这样就打开了 对 这基本上呢 就属于临门槛了 随便什么人 只要拿到这个盒子啊 在那边扫一下 十几秒钟 就可以把智能门锁轻松的打开 那么理工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盒子要扫这些地方呢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在找一些不安全的点 就这个意思 就找一些攻破的点 对 就是 类似你说的扫雷一样的 嗯 就是看雷埋在哪个地方 我们就把雷扫出来就行 同样的办法 大使又攻破了一款3000多元的全自动智能门锁 好 这样就开启了 对 哇 这连一点技巧都不需要啊 就只要在面板上面 这样不停地按开关就可以了 真的是 太可怕了 这个 甚至啊 仅用一秒钟就打开了最常用 销量也是最大的 带门把守的半自动智能锁 可能这个锁啊 我们市场上也很便宜啊 可能也就是在一千百块钱 几百块钱的样子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这后我们运气好 正好就找到这个点了 可能它的点的话 就是正好就在 方位比较大 嗯 正好我们一碰就开了 难道小黑盒子 能够达到100%的开启率吗 大使来到了锁具市场 随机挑选了十把智能门锁 来做测试 用黑盒子随便这么一扫 两款智能门锁 就被轻松地攻破了 可以呢 好 也是自己测了一下 测的话大概有十多款 十多款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开启 你向门锁锁起 然后品牌商 那么根据他们反馈的数据啊 到我们厂里面 这个数据非常严重 非常大 你像有一些品牌商是吧 他们自己代理了五六个品牌 基本上全部给开启 所以这数据非常非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